欢迎来到民事台湾学堂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昊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哲学的是来自程大中医系的陈兴白老师 也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几集都会集中在一个德国哲学家身上 听说是现代哲学可能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 大家一听到康德就会觉得已经很头疼了 那我们今天我们希望用简短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下 康德他怎么谈哲学特别是集中在他的批判的概念 所以辛巴老师打算从哪个地方开始谈起呢 我们不如先来谈谈看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批判的概念的出现 那他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 想到说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在想就是说这个学术上的研究 或者说一个人他的一个思考或思想发展的方向 大概都会跟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相关 那康德也是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在康德所身处的那个时代 大家知道他是18世纪的一个哲学家 那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在这个 比方说他自己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当中 他在学院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整个哲学发展的这个领域 那尤其是在形象学的这个探究当中 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的战场 那这个战场的意思当然就是说 彼此之间争论不休 那他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也会想说要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争论 那这个争论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可以解决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当时的背景有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那他某种程度上是来收拾战场的概念是吧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那那个时候的交战的双方 他们的主要的想法跟议题会是什么 我们很概略的来讲的话 这个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 他们一个争论的根源 或一个很重要的争论点差异点 就是在于就是说 知识的一个可靠来源的问题 那么对于理性主义来说 虽然就说不是每一个哲学家的想法都完全一致 但是大致上来讲 他们都会认为说 人天生有一种先天本有的观念的存在 那他可以作为一种我们认识知识的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有办法纯粹依靠理性 依靠思考 我们就有办法把握到事物的真实 但是经验主义不这样认为 经验主义就是说可靠的知识来源 应该跟经验相关应该来自于经验 不管这是一种内在经验外在经验都好 必须要来自于坚硬 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先天本有的一个观念 那么康德呢他是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乌尔夫学派 那乌尔夫学派他是当时候的理性主义的大本营 那当时候时代就说理性主义也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一个取向 那么可是康德并没有因为说他出生于乌尔夫学派 他就对于理性主义有比较少的批评 事实上他对理性主义有很大的批评 那他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觉得理性主义者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一刚开始就认为人有一个先天本有的观念 好像说我们纯粹依靠刚刚所说的依靠思考 依靠逻辑思辨的能力 我们就能把握到真实 可是对康德来说这是一种独断的讲法 我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个状况 那人的这种对于世界的认识 真的有办法就是说完全不靠任何的经验 可以超出经验来讨论这个问题吗 那这是一个康德那时候的一个想法 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刚刚我讲了超出经验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康德在想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在他的这个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一刚开始我们会发现 他就对于这个所谓的 鲜艳跟超艳 这两个概念做一个区分 那么我在这里非常非常简略的 说明一下这个差别 那么对于康德来说 他的鲜艳哲学 他的哲学 他称之为一个批判鲜艳哲学的概念 那这个鲜艳的意思就是说 他先于经验 但是经验成为可能 那超艳不一样 超艳的意思是说超出在经验之外 换句话说鲜艳跟超艳 他们两个 这两个概念有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差异 就是当我们提到鲜艳的时候 基本上他还是在经验之内 但是呢只是说他的根基 他的基础来源不来自于经验 可是与经验相关 所以可以不受经验条件左右 OK 可是超艳不一样 超艳则是完全拖出了这个经验的范围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人 是作为一种具有理性的自然生物 用康德的定义来说 那么我们这种自然生物 也是一种经验性的生物 那我们真的有可能 就是说拖出经验的范围之外 来认识这个世界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跟这个问题也相关 就我们如果是一种经验性的生物 虽然我们具有理性 可是我们还是跟比方说上帝 这样子的一种全知全能全善的一种 无限的存有不一样 我们人是一种有限的存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要怎么去说明 我们人对于这个自然世界的知识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有一个无尽扩充的可能性 那显然这是有问题的 OK 那如果我们 为了让观众比较好理解的话 我们把它放回去 就是当初的理性主义 跟经验主义的根本的议题 比如说大家谈到理性主义的时候 会想到像迪卡尔 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等 这是什么样子意义上 这算是一种刚刚谈到的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或是迪卡尔 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他当然有一个复杂的论证的过程 但是很概略的来说 就是迪卡尔认为说 这个世界的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坐在这边讲话 真的是我在讲话 如果我们看过MATRIX 那个电影的话 我们就知道 说不定我们都只是一颗电池 对 迪卡尔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就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存在 可是他发现 怀疑到最后 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怀疑的 就是说一定有一个怀疑的 那个主体存在 就是那个Thinking I 或者是那个怀疑的我存在 所以他才说 所以我能够怀疑一切 但是不能够怀疑一切的思考者 所以怀疑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 一个运作的方法 对 因为我们会发现 迪卡尔在这里 他的目的不是要用怀疑来打破一切 他实际上对他来说 怀疑只是一种方法 他想要用这种方法去去除掉所有 就是说值得怀疑 就是他不是这么明确的东西 找到那个最终无可疑的出发点 那显然这个时候不是靠一个经验的方式 来做验证 而是靠所谓的逻辑思辨能力 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我们把这个迪卡尔 视之为一个理性主义者 所以他先怀疑一切 搞不好都可能是不存在 或者是我们所以为的世界 根本就是比如说一个大恶魔 让我们去幻想出来的一切 但是我们怎么去思考 思考到最后的极致 就是我们至少要承认说 有个东西在思考 对 有个东西在思考 然后那个就是我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阻断怀疑的那个东西 的那个点 而且那个点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康德 他们那个年代所讨论到的 那一个内建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的那个东西 然后再从这里 慢慢的一步一步再重建一个知识 所以这个是理性主义的方法 理性主义的方法 当然迪卡尔的想法 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说他最多也只能够推出说 有一个思考者 但是那个思考者跟我之前 为什么那个思考者是我 那个思考者有可能是上帝 对 有个东西在思考 也不一定就是我 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们要思考东西的时候 我们总要有一个思考的素材 对 那个素材哪里来呢 至少在我们很直觉 或者是一般的感受当中 我们马上会觉得说 这素材至少要跟经验相关吧 所以理性主义他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点 他没有否定说 那个经验也可以作为知识的一个来源 但是他相信就说能够去检证 是不是具有一个所谓客观性正确性 这个最终只能来自于人 所谓先天本有的观念 问题是出在这里 那经验主义呢 经验主义的想法是这样 他就觉得说 这个先天本有观念到底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但是我们确定 我们有办法经由经验的一个观察 累积学到一定的一个知识的内容 所以对这个经验主义来说 就是知识的可靠来源跟检证的基础 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所以相对于迪康尔他认为 我们可能内建了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慢慢出发 再重建一个知识体系 但是经验主义者认为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基本上是由 可能是外在的实际存在的物体 然后他可能会在我们的知觉感官上 产生了一种印象 然后难以谋灭的印象 这些印象好像压在我们的认知上 然后我们慢慢重建 慢慢重新开始 但是好像经验主义 我们刚刚这样讲是比较属于 可能洛克可能会是这样认为 但是修姆好像更极端的一点点 对修姆来讲 可能我们连因果关系 我们都几乎不太能够确定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实际上 存在的因跟果 对不对 我们就算能够 永远都能够把 比如说把打撞球的时候 把白球 就是往红球打 红球就会出去 对对对对 我们永远都没有看到 那个真正的因的力量 作为一种力量 我们只看到重复性的一个规律 对对对对 你每次你白球这样打出去 红球就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就认定说 这个叫做有一种因果的关系 对所以这个因果关系 不过是一种滤则 可是这一个滤则 其实取决于我们能够看到 对重复性的事件 而重复性的事件 其实又取决于 我们其实有记忆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如果认为说 我们看到因 然后我们就觉得会有果 那这又是我们期待说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 所以对修姆 就对Hume 来说是如此 但是这个康德的想法 又不大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 同样在这个第一批判当中 那么康德就相当的篇幅 针对Hume 的这个观点 做了一个批评 首先的关系 我们现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回头过来看 康德怎么样子回应Hume 或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 稍作休息 欢迎回到 迷世台湾学堂 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我们正在聊的是康德 康德的最核心的一个批判的概念 那我们刚刚我们说到了 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 其实我们在谈经验主义的时候呢 谈到了Hume 就是休姆 那休姆他对于因果关系 提出了非常大的质疑 对他来讲因果关系可能只是 我们对于这一个世界的某一种的投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的看过因 也从来没有真的看过果 我们只看到有一种规律性的 这种事情发生 就会有另外一种事情发生 但是呢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 我们要这样理解的时候 还取决于我们还有记忆 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想象跟投射 可是更糟糕的是 当我们要讲说 这种事情的发生 就会有另外一种事情 那什么叫做一种事情 我们还要把它切成一段 说这个叫做一个事件 另外那一个叫做事件 所以这听起来就是有好多 都是我们人工的 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然后迪卡尔那一边 或者理性主义那一边 又认为说 我们其实又有一个 内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一定是颠覆不破 一定是绝对不正致命的 这些的真相 那康德怎么面对这两个 就是两大的哲学主流 他想做什么 其实这个康德 我们一般提到他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会提到一点 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理性主义 跟这个经验主义之间的一个协调者 他综合了两者 那事实上 刚刚耀老师您提到的 这个对于英国律的这个讨论 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例子 那康德他在这个 纯粹理性批判当中 有相当的篇幅去讨论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英国律 他对康德来说 显然也不是一个 一个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 先天本有的观念也不是 但是他是不是纯粹来自于经验的观察 以至于我们能够生出这样子 相关的认识或律则 康德也不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比方说我们一般讲因果 就如同老师刚刚您说的 就是因跟果之间必然的一个连结性 有一个因之后 它必然会有一个果的出现 那当然我们在经验当中 我们会观察到 有一个事物A 有一个事物B 或事件A和事件B 但是呢 如何能够把这两者 发现他们之间有所关系 能够连结起来 因为各书经验性的事物这么多 彼此之间如何能够连结起来 这种合思考 这个显然不是单靠经验有办法得到的 而是确实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鲜艳 纯粹鲜艳的一个观念的存在 所以纯粹鲜艳在这里就是指说 比方说范畴 我们要能够经验什么事情之前 在那之前我们要先有一些 一个就是说认识 或形成知识的潜在的能力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面对这个争论不休 康德就想奇怪 怎么我们都没有去想过 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都认为人有理性 我们能用理性去思考 但是这个理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理性可能包括了 它是一种认知的一种能力 那理性还可能是一种欲求的能力 想要什么的能力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 它的一个合理的作用范围 到底是什么 到什么样的界限 什么样的程度 是我们人有办法运用思辨理性 就是运用比方说逻辑的能力 去分析去了解去把握 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 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 还用同样的方式 那就会变成捞过界 然后就没有办法真正说明 事物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OK所以批判 批判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要来划清楚界限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理性到底能够做什么 最简单的是这样讲 但我们如果再往前回去谈一下 我们刚刚谈说鲜艳的这个概念 其实如果套回去我们说因果关系好了 就是是不是我们在能够讨论因跟果 到底什么东西的因果关系之前 其实我们要有某一种叫做因 有某一种果的概念 可能还有比这个更鲜艳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概念 可以区分什么是因 什么是可能还更前面 比如说有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还要先有一个东西的概念 东西的概念 我们可能还要有前后的概念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这个发生在前 这个发生在后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又要有时间的概念 那就是原来我们要去谈因果关系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实还有好多前制作业都要经过 所以康德的鲜艳就是想要 先厘清前面这些东西是吗 这个鲜艳如同我们刚刚所说 就是先于经验 但使经验成为可能 它的鲜艳的这个鲜 事实上不是一个时间上的鲜 而是一种概念上的鲜 所谓概念上的鲜 意思是说它作为基础 作为背景 我们必须先有这个 才能够讨论后面一切的所有 如果非常概略的来讲 在这个英国律的讨论当中 它需要有一个 我们形成英国律的一个鲜艳条件 而这个鲜艳条件很概率来说 就所谓的范畴的概念 范畴呢 它如果在 就康德来讲 我们知道它有所谓的12范畴 它就从比方说 数量 质量 然后关系 样态 先从这四大类做区分 再从四大类当中 再各分成三类 所以总共有12个一个范畴 那这个有点类似 比方说 我们每次拿到一堆讲义的时候 那这堆讲义摆在我们的面前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无法理解 无法对这些东西形成任何概念 但是范畴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把它做一个分类 分类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理解 对这个东西进行思考 把握它的内容 甚至更进一步来想说 我的这个理解的内容 可以对我的行动 产生什么样实践的意义 所以 再继续讲因果关系的话 其实我们要先有 比如说 两个东西的认识 数量 这就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然后呢 而且是我们在谈 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它实际上是 当然是这个是比较复杂一些 但是呢 那就是说 事实上范畴的概念 倒不是说从康德才有的 从亚里斯多的时代就有 只是说它说是15范畴 康德说是12范畴 这样 对对对 所以 我们即便要讲个很简单的 什么事情 发生在什么事情之后 它好像存在一种关系 其实都已经有这一些的 我们都已经使用到了概念 对 所以 而概念就需要有范畴 概念需要有这一些的范畴 那等于说 我们要 掌握这个世界 或要理解这个世界 掌握它的方法 其实都是透过概念去掌握它 透过概念去掌握 不过呢 如果我们先回到 刚刚所说的这个批判的意涵 我们讲到说 这个理性主义 跟这个经验主义的战场 要如何不要再继续对战下去 我们首先就是 需要先回头过来想说 这个理性本身 它合理的作用范围 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第一批判当中 从康德的序言里 我们可以很明白知道 至少在第一批判里 他这时候所讲的理性 是一种思辨理性 那所谓思辨理性 确切来讲就是理性的思辨运用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就如同刚刚耀老师所说的 这个时候所谓的 纯粹理性批判 他的目的 康德自己讲 并不是说他想要来批评一本书 或者是批评一个思想系统 不是 他其实并不是 就是说负面的意涵 他这里的意涵 其实是如同耀老师所说的 他想要知道 我们的理性认知能力 他的一个界线范围 跟他的源头的问题 那么 厘清了这个问题之后 就是说 对于康德来讲 这个工作或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 他认为 事实上在他之前 所有的一个西方形上学的发展 虽然已经历经了千年 可是实际上 大部分时候 他还是一种所谓 独断的一个见解 他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那么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就必须先做 这个所谓批判的工作 然后先完成这个预备学 才有可能 最初前的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要划清的界限是什么 他要划清的界限就是说 有些对象 比方说 有些对象 他不是一个经验性的对象 我们没有办法单靠经验 或单靠思辨的方式 就把握这些对象 有些对象的一个内容概念的讨论 他也不是说 单靠一个思辨能力逻辑的运作 我就有办法说明 他发生的一个必然性 那么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必须要厘清的一点 虽然我们刚刚说 在这个第一批判 就纯粹理性批判当中 康德主要讨论的对象 是纯粹理性 或者我们称之为思辨理性 但是并不代表说 他整个关注的焦点就指在这上面 事实上这本书 最刚开始的一个书名 是感性与知性的分解 所以实际上 他不仅讨论到知识论的问题 他也预设了 不是预设 就是他为这个 所谓道德或价值的问题的讨论 也预留了伏笔 所以这实际上 他是一个比方说当中 他也讨论到了上帝存在的问题 也讨论到了自由 跟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也讨论到了说道德法则 如何可以成为一种 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 但这些不同的问题 其实都应该是归属在 不一样的领域当中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的 所使用的 有的可能是纯粹理性的部分 有的可能是 超越于理性的部分 OK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够进行到这里 那关于康德的批判哲学 以及接下来这个批判哲学 如何影响到 他之后的伦理学 法证哲学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下个星期 再请陈欣白老师 来继续跟我们聊康德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老师 下周见 谢谢 谢谢